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上一期课我们已经将我们的这个demo1这里呢 制作到了这个最新课程这里 好,这期课呢,我们就来制作后面的这个部分 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移动APP下载的这个区域 好,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这个自己来制作一下 那么这一刻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来制作它 那么在制作它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个小的问题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那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的话 在制作这个课程这里的时候呢 并没有将这个链接呢,加到这个导航上面去 好,我们现在给它加一下 好,加到这个最新课程这里 好,加上去,然后呢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好,看一下整个这个效果 那么点一下这个最新课程的话 它是会到这个最新课程这里 然后点一下论坛,到论坛,强调开发,最新课程,首页 OK,好,那么这个问题呢,也不算问题对吧 也不算问题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制作我们的这个APP的这个区域 好,在这里呢,首先呢,给它这个注视一下APP 好,首先呢,还是给它建一个这个section 好,给它一个这个ID呢,叫什么呢,叫做APP 好,那么先在导航上面给它加上去,对吧 导航上面给它加上去 APP,紧号APP,对吧 因为是ID的,所以说要用紧号 好,APP 然后呢,给它添加这个整个容器 好,div 好,因为我们肯定要使用到这个三个系统 所以说,先把它给加上去 好,continor 然后呢,div class呢,等于这个row 好,那么这个三个怎样的布局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那么它是1比1的这样一个布局,对吧 和我们上面这个atmr5和这个blogstrap这个展示区呢 是一样的效果 好,所以说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可以直接把这个给它设成左右的这个分栏 好,1比1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6,占6个,对吧 占6个 好,div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来写 好,之前同学们可能也注意到了 我们在这个开发工具里面 在这个开发工具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div 然后跟上它的这个类 那如果是类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它跟上点 点什么呢 比如说是.col-md-6 对吧 好 那么这样如果我们现在按table键的话 它就会创建一个这个div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吧 按一下table键 那么它就会创建 好,我们撤销一下 如果我们想要创建多个 我们可以在后面呢 跟上一个信号 然后跟上你想创建几个 那么你就跟上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想创建两个 好,然后按一下table键 那么就会给你创建两个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来 首先来看一下 制作第一个这个 第一个部分 好,是这边 对吧 首先是一个标题 那么标题呢 是这个麦子学院 移动APP下载 好,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 写一下 标题我们使用H2 好 麦子学院 移动,移动APP下载 好,然后呢 它是这个P-Download 建设的文字 对吧 建设的文字 好,建设的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什么 然后将它复制过来 因为这个文字呢 实在太长了 对吧 全新的UA交互 与新网站数据同步 同学们呢 可以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 下载一个这个麦子学院的移动APP 那么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学习文败子学院的课程 当然你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学习 好,我的课程 好,那么我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在这里粘贴 然后呢 在这个介绍文字下面呢 是什么呢 是两个这个按钮 对吧 两个按钮 好 BUTDON 那么这个按钮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的话 是给它什么呢 给它一个这个按钮的这个默认样式 对吧 给它加一个什么 BTN 对吧 BTN 好 BTN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按钮的样式 对吧 BTN 好 使用这个样式 好 那么这个按钮里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内容 好 首先可以注意到 这个左边的话 是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下载的这个符号 对吧 符号 好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 来看一下这个符号 这样来获取 我们找到这个中文网之前介绍过的 好 找到里面的组件 好 进入这里组件 然后找到这边有一个这个下载的这个图标 把它这个代码呢 复制过来 然后呢 在这里新建一个span 好 添加个class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呢 第一个呢 是这个iPhone的这个下载链接 对吧 IPH iphone版 好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安卓版对吧 安卓版 indr 看一下安卓版 好安卓版 然后右边的话 右边第二个 那么是什么呢 再入的是一张图片 对吧 在这里是一张图片 可以看到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图片素材呢 引入到项目中 好 在这里 直接进行复制 好 OK 好 那么就下载进来了 然后amg 图片录进amgs下面的这个app blender 好 然后呢 给这个图片呢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个class 这个class呢 应该是致适应的这个class 好 然后图片致适应来处理 OK 然后再来刷新 看一下 好 基本的这个效果呢 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来整体给它添加这个样式 首先需要处理最外层 最外层的话 我们应该给它加上这个padding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添加一下注释 app 好 选中这个app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padding 上下80 左右为0 背景颜色不需要 因为它默认的就是网页颜色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摆设对吧 重新加载 好 背景颜色默认就是摆设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给它置 给它这个 这个给它添加一个样式 就是这个 h2 这个标签 这个标题 给它加一个这个 加出的效果 OK 那么 选择锦号 app h2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 加出 好 加出 然后再来刷新 看一下 好 效果了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 那么这个标题和下面这个介绍的话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标题呢 添加一个这个padding 啊 bottom 比如说给它加一个这个30 对吧 30个像素的这个 编具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标题就离下面的简介呢 有一定的这个距离了 好 OK 再往下呢 是这个简介 啊 这个ua的这里 这个简介 那么这里的话 啊 不需要处理 对吧 不需要处理 呃 再往下的话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按钮 好 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按钮的话 它离上面的这个介绍呢 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好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给这个按钮添加一个样式 按钮的这个调试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浏览器里面操作 好 我们审查元素 好 对着这个按钮 审查元素就可以了 审查元素 然后呢 将鼠标 好 放到这里来 选择这个加号 好 它会自动帮你添加一个选择器 好 点一下加号 那么 这里呢 我们在里面呢 写内容 首先我们让它和上面的这个 有一定的距离 对吧 距离 那么 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一个这个20个像素 好 20个像素的这个上边距 然后来处理这个按钮的默认样式 首先是处理它的这个背景颜色 好 先选重任意的一个颜色 然后来选择我们这里的这个颜色值 好 没问题 然后呢 这个边框颜色 好 边框颜色的话 我们也给它选择为 好 这个 我们所拾取到的这个颜色值 好 Border Border -Color OK 然后呢 需要去掉什么呢 去掉它的这个 呃 圆角的这个处理 对吧 Border UR-Red 0 好 0 那么就没有圆角了 然后呢 还可能会给它加一个这个 Pedding 好 Pedding 那么这个Pedding的话 我们让它上边为10像素 左右为30像素 看一下 好 那么它会有一个加大的这个处理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上边距 上下边距 调得适当的小一些 比如说 6个像素 好 6个像素 看着比较这个好看一点 对吧 好看一点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按钮的这个样式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样式呢 好 复制一下 复制过来 然后在这里来写一下 选择锦号APP下面的这个点 BTN 给它加一个这个颜色值 好 然后再来刷新 啊 样式值 那么样式呢 就已经被复制过来了 对吧 复制过来了 好 那么现在就继承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更改一下 什么呢 更改一下它的这个背景颜色 对吧 背景颜色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里呢 它这个鼠标移动上去之后呢 边框颜色不变 然后这个背景颜色呢 会有一个加深的效果 OK 直接在这里来调试 选择这个背景颜色 好 另一个选择一个 然后选择我们当前颜色值 然后进行一些加深的处理 好 直接调试 好 那么就是这个颜色值 复制一下 然后到这里来 锦号 APP APP下面的这个点 BTN However状态 选择状态 下面呢 就执行这个背景颜色值 然后再来刷新 鼠标上去呢 就会有变化 对吧 好 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这个过渡效果 对吧 过渡效果 那么过渡效果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之前这里所用到的这个属性值 好 将它拿下来 放到这里 好 所有的这个变化呢 都会执行这个 0.3秒的这种转换的这种时间的那种效果 好 然后再来刷新 看一下 书边一上去 好 有一个3秒的这种过渡的时间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关闭掉 把调试工具关闭掉 刷新一下 然后来 好 把这个浏览器缩小 然后来看一下它是否有这个自适应的效果 好 麦子学院 好 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 那么右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原来的这个 那和它是一样的效果 好 那么当然 这里我们可以 其实还可以这样来处理一下 那比如说 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外边距 对吧 外边距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把这里想办法调试一下 让这个 后面的这个按钮呢 下边的这个边距 还有一定的边距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还是给它做一些微弱的调试吧 微弱的调试 我们把这个按钮看一下 在这里 那么它现在是你上边20 便没有下边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处理 我们把这里呢 做你为10个像素 好 10个像素 然后 上下为10吧 上下为10 左右为0 好 然后再来刷新 没有变化 对吧 没有变化 然后缩小 当我们缩小之后呢 在小屏幕上面看到 哎 那么这个按钮和下面呢 就一定的这个距离了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APP展示的这个 这屏的这个展示效果 好 我们点一下这个 到旁边来看一下 好 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 那么 自适应吗 也是自适应的内容 对吧 也可以自适应 完全的自适应 没问题 好 非常的漂亮 好 那么这节课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来制作后面的这个联系小麦 联系我们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呢 也比较简单 好 当我们把这一部分的这个 联系我们制作完成之后呢 就只剩下这个Fultr和这个 底部和我们这个效果插件了 好 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个demo 很快就完成了 好 同学们 一定要认真的听 然后自己呢 下来要自己的这个 自己实际的将这个代码呢 来这个练习一下 好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节课我们继续